非常多成功的人 他们是一种P字型的人才 我们可以多采取一些像PVL式的方式 就Project Based Learning做项目 以创造力为主谋生的一些职业人士 很多的人他们的一种环境是比较混乱的 创造力本身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基于你的知识的基础上 结合你的经验 然后再加上无限的这种想象力 再加上个人的一个价值观的综合的一个呈现 它缺少一些广度 这个恰好是一个创造力非常需要的一个土壤 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希望我们孩子能找到他们自己热爱的事情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动力之一 创造力它本身又不是一个单一的能力 它是需要你在生活中不断地去积累经验 锻炼你各方面的一个肌肉 终身热爱的一个事情 把它如果能够当成事业的话 它就会找寻所有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工具 大家好 欢迎来到The Next Parenting 下一代养育 我是你们的主播Claire 我是Ivy 我在纽约有一个两岁的儿子 Ivy在深圳有一个四岁的女儿 在这里有世界最前沿的教育理念 也有最创新的教育实验与探索 更重要的是这里有我们最真实的故事 愿我们的声音可以给你带去力量 愿我们的存在 让你在育儿的路上不再迷茫与孤独 让我们彼此陪伴 共同成长 一起进步 Welcome on board Welcome to the Next Parenting 或者说如何我们从今天开始 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或者是学生 可以去更好地提高他的这个创新性思维 创造力不等于想象力本身 对不对 我们刚才讲了 它是来源于知识 我们有足够的知识 跨学科的知识经验 加上我们的想象力 这种好奇心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个人的价值观 一种人格 那其实是有三个部分 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三个部分 其实我们学校老师还有我们家长 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没错 我们大家现在可能更加注重的是 在知识获取的本身 就是好像谁学的更多 谁学的更好 如何在这个学科里面学的更深入 更专业 而没有看到一个知识的广度 我觉得可能这个也就是 这个西方世界国家的这个通识教育 它存在的一个优势 或者是说这种体系的一个相对的优势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家长 就是为了还有学校 他们其实是说 想要吸收一些哪些科目 比较优秀的一些学生 那其实导致的就是我们很多的家长 其实会抓一些某些科目 或者说二叔比赛什么的 会非常的专注 那其实在孩子更非常需要 培养他们想象里好奇心的时候 他就是被迫地专注于某一个学科 去拿奖去竞赛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那也导致的是 我们现在其实就是一个这样一个人才结构 我们市面上面很多的学生 他其实就是说对某一些领域是比较专注的 他缺少一些广度 这个恰好是一个创造力非常需要的一个土壤 就是要很多跨学科的跨领域的知识沉淀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文化上的不同 就是我们在国内里面会讲 或者我们从小生活的那个环境里会讲说 你学好像什么都懂一点 但什么都没有很专 就是很专业 而这种精神 对其实这种反而是在西方学业国家里面 很推崇的一件事情 就是尤其是他觉得说 当然你可以有自己的专业 或者做的这件事情 但是首先在你很专和很专的情谊之上 是要确定你是非常有机会去尝试过很多其他东西的 而不是说一味的把你的好奇心都拿走 你的想象力的这种可能性都给你拿走 然后直接让你说你来现在就选择一条路 其实是把我们的路越走越窄 对不对 其实我想到一个好像研究是 伯克利和斯坦福他们合作的一个研究 他们非常多成功的人 他们是一种P字型的人才 包括说像很多米克西那种世界顶尽的一些咨询机构 他们里面推崇的这种知识储备 知识结构也是这种T字型的 就是大家都多少会懂点各个领域的 但是能在懂很多领域之后呢 找到自己感兴趣那一个树 那一列 然后那一个砖厂去砖进去 成为一些export 当然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对你说的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 现在就是家长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就是带给我们家长朋友的 就是其实包括是带给我们教育工作者的 学校以及教育工作者的 我觉得 那这个信息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说 你最终可能还是要选择一个专业 要专一在一个职业上面 或者一份工作 一种职能上面 那我与其这样就不如早一点就专门做这件事情 然后就很早地去让孩子就很早地去钻尾这一件事情 但其实就少了你刚才讲的这个梯子上面这一层 如果你不去尝试别的东西 如果你对其他跨学科的东西认知的不够 你的思维就没有办法很多元 那你在想象力的时候 不是说你天马行空想象就可以想出来的 你的这个想象力其实是建造在 你的这些现有的知识储备之上的 它就像一个架构一样 你没有前面的这些知识储备 这种多元化的思考 那你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想象力 你的想象空间也是非常受到局限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这种短期的功利主义 就会让你觉得说好像短期实现了你的目标 或者是说我们一直说的 国内很多家长都知道这种鸡娃也好 或者是让孩子紧在起跑线这种 没错你绝对可以就是看得见效果 OK就是你提早学提早努力 肯定会看得见效果 但是呢从长远我们一直在讲说 我们要做一个放眼就是眼光放长远 而且眼光要放向全球的这样子的有世界观格局的父母 如果是这样去看的话呢 那真的是要从一个孩子多维度的层面去考虑 一定要让他们更加的有很多方面的知识力 然后不断的去探索 对是的 毕竟的话我们的孩子他们未来 虽然现在很多成长在自己的国度 他们未来的生活 他们工作的地方都可能是变化非常非常大的 差异性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就是要培养孩子有这种 不仅说要把自己手上的这把虎头磨得非常非常锋利 但其实他其实是要更需要说让他去创造各种各样的虎头去解决去看他将要面对的那个问题 老师其实就是要提供一个非常宽松的愉悦的一种氛围 这个也跟我们之前讲 这种评价体系也是相关的 就是不再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标准在那边 而你是去孵化他们 去鼓励他们去创造去学习 这一方面还有一个可能启迪或者是建议 是不是我们可以多采取一些像PBL式的方式 就Project Based Learning 做项目制 做项目制的这种方式学习方法 结合这种个性化的教学 其实是很能激发孩子的一种一种浅在的这种创造的能力 因为你要解决一个问题就要想到各方面需要什么工具啊 然后需要什么步骤啊 需要什么样的人啊财啊物啊去去做好这件事情对不对 对的对的 甚至他现在其实也提倡说各种混凝的 然后你再去 还有说是把一些像例如我们学我们成年学的一些NBA课程啊 或者说一些社会实践啊 说你做一个小微型的一个企业啊 可以真的是可以把它下放在一个小学生 让他们去先去感受一下 社会成年世界里面的一些问题 然后可以更好把他们那种创造力去决结 你这让我想起了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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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之相成的一个问题啊 其实就是很多程度上 学校或者老师没有办法去 做这种这种方向的尝试或探索啊 是因为我们没有具备一种 创新式的这种教育的评价体系吧 对不对 这种系统好像并没有去得到一个推广 所以可能是在特别的一些学校或者实验性的学校里面 大家会有机会尝试到这样子一个一个一个方式或方法 那但并不是说这种东西因为它不普及 而影响我们去向这些优秀的理念和这种思维方式去学习靠拢 对不对 我们的老师啊或者是这个教育工作者 应该自己也就提高自身的这种学习能力哈 潜移默化的在这个课堂或者是在跟家长朋友们沟通的过程中 也把这种思维方式思考的方式带给家长和更多的家庭哈 对的 这个其实给我们的老师啊学校其实提出更高的要求哈 刚刚您提到的哎 我们需要有更科学的更适合这种创新发创造力的一种评价体系啊 它不一定是很标准化的其实我们的教育本质上面其实就是说要帮助 孩子然后找到他们内心的一些追求然后去去更好的去实践 解决解决他们想关心的一些问题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 并没有说一个特定的哎他到达哪一点他就成功了他就是一个一辈子他可能就是在一个不断的创造 不断的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教育比较希望能看到的一些结果哈 教育的本质就是要发现他身上的这个独特的亮点和他的优势然后啊深在这里生根哈 然后让他发芽呃因为最近就是我们家儿子对那个文字字母是很感兴趣的那件事情 所以我就现在好像比较多元化的在启蒙他的这个语言方面的能力啊就是这个除了英语启蒙之外 其实我最近有订一些这个日语日语版就是日语啊然后还有什么 spanish 西班牙语然后这个还有什么呃这个这个 korean korean 下一部 next korean 因为在在北美的话 这个就是美国吧这个韩国人口的比例也很多这个韩语也和西班牙语就是也比较广泛哈 就是因为我就好像觉得说这个东西因为孩子你说他能够这个时候学到这些东西吗 他真的能记住这些东西吗或者他以后真的可以说这些语言吗 我觉得就要打一个问号但是呢并不影响我们说如果他真的有这个兴趣我们就给他去尝试和实践 who knows 对所以我觉得谁也不知道 所以在孩子身上我觉得我们要稀微地去观察他的这种点点滴滴的一点点兴趣和保护他的好奇心 我觉得有的时候家长能够做的就是不要抹杀了他的好奇心就已经很不错就是对他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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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哈 对 因为孩子天马行空对天马行空你可能他发现他的一些闪光点或者说他想追随的一些光他可能就种下种子会更有动力 对对 刚刚看你说的那个就是哇你孩子现在两岁多但是其实面对的很多东西是非常多样化的很多甚至就回到我们刚刚说的跨学科跨领域的一些exposure 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因为没有一个评价体系里面说孩子尤其是在零到六岁这个阶段没有人说有一个体系固定的会有怎么样子孩子是真正这样成长的 那我们现在既定的一个认知里面是一些很多研究学者呀说基于大脑的一些构造的一些认知对于孩子的情感上面和一个身体发展上面的一个轨道一个一个轨迹是我们可以去参考的 但是真正基于每一个孩子如何去独特的这种个性化的思考如何我们的父母可以去发现这种独特的亮点 然后依据他的这种个性化的这种这种这种存在然后去激发孩子去实现真正的在家这种早教或者影响的这种目的 真的是能够百分百的说把这个大脑和各方位可以去启门和开发到位了哈我是一直这样觉着的那这是没有一套评价体系的也没有任何一个这种方式方法现在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都是在这个路上的一个探索者你刚讲到这个以多元化的这个角度确实是因为最近呢有发现他对这个文字感兴趣之后我会读很多其他的东西 像很多说历史的这种东西或者地理的这个东西是到他很久 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学的地理都很到很后面的时候真正学geography地理或者是历史 但是现在呢我就有意无意的会给他读一些中国的历史美国的历史 就是换耳音你说他真的听进去了吗可能不一定但他会跟你重复一些事情尤其是一些词汇啊一些vocabulary词汇他会就是这些东西可能潜移默化的去去影响吧这种感觉就还有那些单词的东西比如说语言的像现在他可能会一些呃有些时候会冒出一些法语的单词有些时候会冒出一些日语的单词对因为他已经混掉了他可能不清楚哪一些是具体的哪一个 但是我发现孩子的这个语言是他是可以有能力去完全混着的这个就是我一个发现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是不是他会就让他去迷惑因为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但是也不是的他分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可能个人个人一个尝试吧觉得说好像如果他真的有兴趣的话 那我就多做一些这一方面的事情嗯就是当然他也有很多不做的东西我也是一直想说能不能鼓励他多做一点比如说运动类的我觉得男孩子对不对应该多一些运动但是他就不太爱做那些事情对也有困难和烦恼嗯 是一直在观察一直在实践的勇于尝试的妈妈对 刚刚说他是是一种混的一种状态 其实让我想到了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叫混乱 它里面讲到说其实哎你一个环境里面其实你有时候你会看到它感觉是乱七八糟的 就在一种乱七八糟的一种很乱乱的一种环境下面大数据统计好就是还更好的能激发一个人的创造效力嗯嗯 那在这么就我们去观察很多的像一些艺术家啊画家设计师啊什么的或他们的会说是一种创以创造力为主谋生的一些职业人士写作者什么的很多的人他们的一种环境是比较混乱的 他其实有这么一个理论在背后就是说哎这个混乱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更能因为你面对的事物是一种比较乱的但是你好像这些事物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你更容易去创造一些新的连接 嗯哭请的时候里面有个叫做自觉选择啊但它里面的话其实就会呃教练带着客户然后去去从各种各样的很非常random的非常随机的一些视角里面去创造一些新的解决思路 就像说哎我现在这里有一个发卡啊啊这个发卡从这个发卡的角度里面去你去想一想有什么办法能帮我找到更好的工作呢类似这些所以其实就是在一个混乱的状态下面它有时候是培养它这种创造力 但是自觉选择里面它又很强调一个就是你最后要找到自己非常有共鸣的事物 嗯像共鸣的解决思路而这个解决思路的背后其实是跟着紧密的连接你的那种你想追求的那种being 那种being就是说是状态哎我想专注我想认真我不想放弃我不想拖延其实就是我们回到我们说哎创造力它其实是需要跟我们内在的很多价值观是仅仅相比 连接的这样子才能给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去解决思解决问题我们刚才也讲了就是说哎不仅要调整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评价模式那其实我们老师和学校学生的角色都需要做很多转变啊去更好适应这种培养创造力的一种过程啊你会觉得像你觉得哎这样你比较有创造力或宽松的一种氛围里面老师会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呢很多时候嘛我们都没有去思考好像说就是你刚讲的这个问题问的这个问题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好像在我们的既定印象中就是那种老师就是教你知识对不对他应该是好像比你更懂 然后来教你对好像就是说他在高处然后学生在低处是你不懂我来教你哈 嗯但是其实呢好的教育者他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叫做facilitator就是引导者或者说指引者就是他是帮助在一边观察是发现你是怎么想的 然后你有什么样的思考方式或者是你放了什么样的比如说错误也好或者说这个不管是解题思路系到解题思路大导一种这个事情的看法或者想法他其实是一个一个旁观者然后再看怎么样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学习帮助你更好的去认知帮助你更好的去找到你想要解决问题的解决工具 其实他是一个研究者他研究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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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的方式同时也是帮助你一个旁观者一个指引者我觉得没有那种应该是站在高处所以我来教你知识的那种那种感觉嗯很共鸣就是老师其实就是要提供一个非常宽松的愉悦的一种氛围这个也跟我们之前讲评价体系是相关的就是不再是一个 成为的一个标准在那边你是去孵化他们去鼓励他们去创造去学习学生他其实更多也就是一种探索探索者合作者然后他们会跟随着自己内在的这种动力啊这种追求啊然后去去做更多的追求知识的这一个过程嗯没错没错没错 这样子学生才会有这种动力啊这种内在的这种驱动力因为他觉得他是基教现在很多时候在教育的过程中就是老师去鼓教是我来教你我来就是啊那个指导你而不是说学生作为主体是学生自我想要吸取吸收和探索啊我觉得这个角色要来转变一下可能更好地激发孩子的这种想象努力 好我们刚刚也讲了就是学生真的是想要激发孩子这种内在的这种创造力就是要紧紧的去鼓励他们去追随他们内心的热爱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共鸣的东西就用他们的意志力那他们内在东西去追求那其实相对应的我们这个社会其实也要提供这么一个环境好要这种价值观的倡导啊就是希望我们是在一个更大的一个 一个方向去追求而不仅仅说追随着只是专注着眼前的这种短期的功利的东西啊对其实创造创新真的是对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还包括我们自己的社会非常非常重要它不仅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呢它其实也就是会使我们更加的自由更加的幸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走在追随自己热爱的一个道路上面就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是一个 一个很聪明的这种状态嗯没错你让我想到了就是它不仅是一个提高经济水平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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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在的一个软实力一个动力而且是提高一个大到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个形象大到如何讲好我们的故事如何更好的有创新性的去讲好我们那么富有文化富美好的这种这个国家的文化哈这是一种向外的输出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从社会层面上来讲提高的这种弘扬比较高尚的一种价值观哈嗯这种其实是跟我们这个创造力中的最后面的这个第三层面这个创新性的人格这种价值观的定位和导向是非常啊就是相互相成的对只有社会大的层面去不断的弘扬这种比较啊这个 这个呃高尚的一种情操和一种情怀它能够慢慢的就是渗透到我们的家庭的这个孩子的教育的过程中我们想讲说哎我们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孩子啊去创育他们创造力锻炼他们这种创造力这个muscle这个肌肉对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呀然后学校啊包括我们的整体的大环境啊都应该做出这些相应的努力但其实这个 都是我们讲的宏观层面的对不对那其实作为我们家长朋友来讲呢就是我们讲一些微观层面的如何从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可以做的一些执行的一些一些事情啊一点一滴的去积累啊就像刚才艾薇有讲到的这个像muscle一样像肌肉一样这个创造力呢首先跟家长朋友们讲这个吃个定心嘛这个创造力是可以被培养的可能说这个我与生 我与生俱来就就是比较死板呀我比较就是想不通别的事或者怎么样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只能说我们思维上有点懒惰只要我们肯去提高我们的创造力创新性创造力思维啊那创造性思维那其实这个像肌肉一样你是越练越有力量的啊有了这个既定认知之后呢那其实我们就很很明显了 我们就是要帮助自己啊也更加的有创造力同时引领我们的孩子更加的有创造力所以呢我们就说在培养孩子有创造力这件事上呢可能家长朋友们要要就叫什么要失望了 因为没有捷律首先一没有短期短时间内的成效啊二呢就是没有说一个捷径那个而且是需要我们自身去努力成长的才能够影响到孩子的不可能说我们看得到那种很无聊的那种父母 很boring的很死板的父母孩子会非常的灵动我觉得是很少看到的也是不可能做到这种知行合一的对不对你想要孩子身上有这种灵动你必须自己也是一个什么有趣的父母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要做有趣的父母啊培养有格局的孩子就是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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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理就在这儿那讲一些例子哈我们这可能不全但我们我和艾未想一些可能大家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哈 就比如说呢首先第一个哈第一个我觉得记录和反思回顾这个过程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会经常的去反思一下今天做了些什么事啊让孩子自己去回顾今天一天做了哪些事情让他跟你讲故事本来本身讲故事回顾的这个过程就是有一个潜在的可能让他变成一种叙事化的创造性的一种 这种文学嗯所以每一天跟孩子去做这种回顾反思啊是很有很有效的当然家长朋友们如果想就是更加做得更好的话不妨尝试一下这个creative writing free writing就是自由的书写和写作其实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做的那个就是写那个笔记啊就是写日记啊其实日记你要看他的这个作用和他的功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养成孩子包括我们现在 在自己每天去写东西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放空的过程没有压力随意创作的过程所以这个这个如果家长朋友愿意写些东西的话是很好的鼓励孩子也去每天的去记录啊和写作嗯第二个呢是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做的是阅读一些相关的关于创造力的一些书籍哈我觉得这个是相当于一个启人的过程首先呢 你阅读这些书呢你阅读这些书并不代表着你读完了你就有创造力了绝对不是那种啊而且呢就是有一些创造性的一些创造性思维的一些课程我们都可以去尝试的去去学习和借鉴啊但是呢这个思路一定要是记得不要觉得说是这个能够带给你本质上的改变而这个东西是一个知识的积累啊就是你阅读一些相关的东西呢你会哎相当于一个敲门窗吧 门外汉慢慢的慢慢去了解创造力这件事情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嗯还有呢就是第三个大家可以做的就是比较多形式方的多方面的多途径的冥想嗯其实冥想这个词呢我觉得大家听的比较多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对于冥想这个有一个偏见 或者是一个既定印象觉得说一定是在那里这样坐着打坐啊要不就是一定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在那边放空啊要不就是一定是崇尚一种一种一种教派啊不管是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才会有的这个状态或者是一定要听那种很安静的冥想的音乐在那里闭上眼睛半个小时我觉得这种都是这个对冥想的既定印象和这种刻板的印象 其实真正的冥想其实就在我们生活中比如说你自己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冥想就是可能姿势比较开放性的就这种坐在那边去思考然后就是可能没有做任何事情没有做任何事情或者是在这边夺步就是走来走去夺步放空这个也是一个过程因为你的思维是在活跃着的而你的状态是开放的 这也其实算是冥想的做饭做饭收拾房间习惯对习惯也是一种冥想的过程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这种包括像我们之前讲到的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以去随意的去天马行动的去想各种节约法案在这里面畅游其实也是冥想的一种过程对不对是的 就是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那种放空的一种状态而那种放空的状态里是可以跟自我连接的你觉得好像在这一分钟感受到了这个自己的那个状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那种很爱看一种小视频就是看现在很多人爱看吃播或者看做饭的那个哒哒哒哒哒切菜的那个声音其实这种这种声音这种连贯性的这种声音或者是你吃饭 每一口咀嚼的那个声音其实带给你的这种很靠很放松的那个状态对是对对其实那个也是我们说的一种冥想的一个状态中所以重要的是找到自己舒服的那种状态对不对像我们说乔布斯他们能种在市面上面还没有很多这种产品的时候他发明了这些产品其实它就是一个 终身冥想的一个唱到的没错在那种我们能稍微放空自己又同时又能专注于当下专注于你跟我们自己身体连接专注于自我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已经清空了我们很多杂趣又释放了我们的很多的头脑里面的也许有很多垃圾但同时我们的很多的神经变得更加敏感了意识更加敏感了那在这个敏感的一个状态下面你就是会对 很多问题他们之间的链接会更容易去发现或者去创造没错没错在这个过程中你才更加有想象力你放空的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很重要的第二步对不对第四点我们说阅读对吧读广泛的去阅读不是说那种市面上鸡汤或者是大家那种经验成功学的成功论那种而是真正就是各种行业 多行业的多维度的多职业的这种书籍设计到这种根本上的一些原理性的书籍去广泛的去阅读广泛涉列这样子呢才可以在我们这个想象空间里面建立这种可连接的点对不对才可以去更加的赋予这种想象的能力对如果你都从来没有认知到一些事情你是很难把中间的一些 联系连接在一起的对这里我们又想举伊兰马斯克的例子就真的是他是绝对这个第一性原理对不对践行者很好的一个字嗯嗯还有跟不同的人人接触好或者说去不同的地方好其实这也是说现在很多营地教育为什么会那么的就流行就是孩子在他见识很多的过程当中他对自己认识到的很多的事物就会有很多新的一些发现和创造 没错就是这种见识依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以前我们会觉得说见识很重要要出去走走看看其实我们只是停留在可能说那个层面但其实深层去想有了这种见识之后他就是让人更加的有这种想象的空间他才觉得说一切都有可能那一切都有可能的形式上他在去选择创造一个他决定看得见的他觉得有中间有连接的事情再在这个 基确上去创造所有的创造一定都是基于之前的知识认知和经验的对吧所有的艺术家所有的大师能够创造出那种动人的这种感人的东西音乐也好艺术品也好都是因为在这个中间我们看到了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呈现出来的他们的经验和他们的一种价值观你讲到价值观这个就又想到这个孩子要经常跟父母又多去走走看看对不对 通过这种不同的对文化的认知和这种感受才有这种更深的价值观的和更高的这种世界观吧这种认识我们刚刚说到价值观就是最好就是希望我们孩子能找到他们自己热爱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动力之一对然后去让孩子真的就是他自己会去想办法的去积累很多跨界的知识 然后增长他自己的视野然后去解决他想去解决的一些问题没错就像你说的要找到那种终身热爱的一个事情把它如果能够当成事业的话他就会找寻所有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工具去到达那里我们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哪一些是可以从现在开始实践起来的或者是说有一些 一些启发的那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都是其实是我认为比较相对有长远眼光的家长朋友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也很希望我跟Ivy之前在聊我们讲说也很希望给大家有一个这样子什么样的采取的清单呀或者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很快实现的一些东西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们俩发现没有对不对因为我们讲到 创造力本身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一定是基于你的知识的基础上结合你的经验然后再加上无限的这种想象力再加上个人的一个价值观的综合的一个呈现所以它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需要时间去积累的那第二个呢创造力它本身又不是一个单一的能力它是需要你在生活中不断地去积累经验锻炼你各方面的一个 如果是把创造力比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的话那你各方面的能力你得有腿得有胳膊得有脑得有身体就是各方面你都得去信念所以你想造就个人这人十月怀胎还得要十个月呢所以这个人整个的这个创造力的一个提升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们刚才其实讲的点点滴滴的过程中渗透在我们生活中的点滴中所以呢在这里就希望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一些 一些一些启示同时也有一些警醒避免这个短期的功利主义然后去追求一种长期的非功利主义的内在的价值的提升那我们会觉得生活不会辜负我们我们的孩子未来的世界那么的多变他们才能够去拥抱这种变化才能够有能力在未来去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谢谢收听谢谢观看那期待着我们有更多的探索然后用我们的创造力去帮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exposure还有一些见解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谢谢观看